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位 这种菜根不要浅,却是糖尿病的天敌 每天一杯,血糖从9.8降到了4.2 从此血糖平稳,身体棒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方法吧 糖尿病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它是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是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血糖升高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 或者是生物作用受损所导致的血糖升高 汇率患者的各种组织造成伤害 导致肾、血管、神经、心脏 也能慢性病损害以及功能性障碍 其实,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并控制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对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的 都有很大的帮助的食疗查方 这个方子是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 给我推荐的 很多糖尿病患者 饮用这款茶呢 血糖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它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糖耐量 达到降低血糖、降低血脂的作用 同时还能增强一道素的敏感性 软化血管解除疲劳 这个方法不仅简单 而且呢还立竿见影 都是天然的食材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首先我们准备几颗新鲜的菠菜 平时大家在吃菠菜时 是不是都把菠菜的根部扔掉了 其实菠菜根呢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 菠菜中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人体食用之后呢 能够清理血液中的胆固醇 并且能够抑制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 阻止身体内的脂肪转化为糖分 能让血糖保持正常稳定的状态 菠菜根呢它是不含脂肪的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纤维素 能够起到很好的控制糖尿病 降低血脂 我们用剪刀把菠菜的根部剪下来 叶子就用来做菜 放入一个大碗里 倒入少许清水把菠菜根打湿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先用食盐把菠菜的根部除去干净 因为菠菜根长在泥土里面的 细菌和杂质呢都特别多 而食盐呢是可以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清洗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 菠菜根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健康蔬菜 它不仅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 对于眼部呢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因为菠菜根中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可以促进我们视神经发育的重要物质 能够预防多种眼部疾病发生 另外菠菜根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等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好处 可以缓解头痛目眩便秘的情况 还可以治疗缺点性变血 对于化学病的治疗呢也有很大的好处 可以振阴养血 养阴润造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草酸 促进机体对于钙的吸收 还可以预防软骨病 对于菠菜根中含有的越绿素 草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所以菠菜根能够利用五脏通血脉 只可润肠 菠菜根还能够节热毒 酒毒 凡是因为臃肿毒发 久失成毒的情况 服用菠菜根效果都特别的好 菠菜根我们一定要多换水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的菠菜根呢 我们放入锅里给它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它里面的草酸含量 焯水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一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焯水的时间太长了 菠菜根的营养就会流失了 时间到给它控水捞出 然后呢将它放在菜板上 用刀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呢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牛蒡羹 牛蒡茶呢是一种降血糖的健康饮料 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 还可以预防高血糖 因为牛蒡里面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可以调节人体的内分泌 增强人体的预讯功能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加速人体的糖代谢 增强人体的糖耐量 使人体过量的血糖尽快地降低 牛蒡在晒制的过程当中呢 表面难免会沾染灰尘 我们先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另外牛蒡中呢还还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人体内肠道蠕动 缩短排便的时间 而且呢它能够清除人体内肠道和血管中 纯洁的胆固醇 可以预防毒素在人体内堆积 对于人类高发的中风和癌症 都有明显的预防作用 牛蒡羹我们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把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20克左右的干山楂 山楂如果有新鲜的也可以用 新鲜的山楂那是一种美味的水果 也是一味中药材 中医认为山楂只消失不补 山楂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维C素C 胡萝卜素淀粉果酸钙铁等营养物质 对于人体健康呢十分有益 同样我们也把山楂给它清洗一下 山楂对于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着很好的疗效 山楂主要成分是黄铜类物质 这类物质对于人体心血管系统呢 有着明显的药力作用 能够起到降血脂 降血压 强心 抗心率不起等作用 第二 静胃消食 山楂是剑笔开胃 消食化脊 活血化液的良效 对于食欲不振 血液等症状拿到有很好的疗效 山楂清洗干净后 我们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全部食材加入锅中 再加入大约800毫升左右的清水 这里大家最好选用砂锅或者是陶瓷锅来炖 千万不要用铁锅和不锈钢锅 如果用铁锅熬煮呢 会使铁锅中的铁元素与食材中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 会大大降低要小 全部加进来锅后 盖上盖子 开中火煮上2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这座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吧 您的鼓励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看一看 哇 一股浓浓的清香味扑鼻而来 现在就可以享用了 这里大家要记住 三家虽好 但是有些人群呢 是不适宜吃的 第一 肠胃较弱的人群 三家中还有大量的有机酸 可以刺激胃酸大量分泌 从而刺激胃粘膜 会使胃部产生膨胀不适 第二 孕妇 三家具有活血化液的作用 可以刺激子宫引起收缩 进食过多呢 可能会引发流产的风险 第三 有口腔疾病或者是患牙肌的人群 三家味道偏酸 使用之后呢 会对牙齿产生一定的刺激 患有牙病或者是处于患牙肌的人群 本身牙齿较为敏感 使用之后呢 可能会引起牙疼 牙酸等不适的症状 我们这道茶味道比较清淡 可以全天代茶饮用 糖尿病长期以来危害非常的大 可以损伤到身体的每个器官 时间长来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到我们人们的生命 所以平时呢 我们要控制好血糖 管住嘴 迈开腿 适当的喝一些保养茶 对于我们控制血糖 预防伤膏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容易上火或者是体质热的人 不适合喝这道茶 处于怀孕期间或者是经济的朋友 也是不适合喝这道茶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我每天呢 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内容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